這一間就是印尼昆殿最有名的一間龍魚的零售店 這就是我的夢想 我坐在這裡泡茶,淋米爐 然後在裡面的龍魚 這是粗框的啦,這個就是細框的魚,就不一樣 魚還是會有分 紅龍會有分粗框 粗框的就是我們說的紅包龍啦,改天我再跟你們 用另外一個影片跟你們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粗框的 來我定格一下 它這種魚就是,你看 它的框跑得很快 然後很粗 這是粗框 然後它的 它會跑射很快,然後很快就蓋滿了 那蓋滿了以後,優點就是看起來就是整抹紅 我們叫紅包龍,就像紅包裝 但是也有人 喜歡大紅色就喜歡這個 但是也有人會喜歡 像另外這一隻 這個是粗框的 然後有人會喜歡另外一種表現 應該再等一下會出現 這就是粗框的啊,叫紅包龍 它這是小龍 所以還沒發射 它這個都屬於翹頭的辣椒 然後這個就是一隻 很棒的小龍 第一個你看 我們現在在追求 就像這個 有人會說四方身 有沒有,四方身的意思是說你這邊 如果你截 截取八公分,把它轉下來 這邊也是八公分 有沒有,這叫四方身,就成為一個四方塊 但是像這隻魚已經不止了 你如果在這邊截個八公分 我們在這裡 應該要在它的 胸襲腹襲這裡啦 比較準 你在這裡截一個八公分 像這樣,讓你把它轉下來 有沒有 它其實已經超過 超過八公分了 所以這個就是現在 就是 看個人喜好啦 我們是覺得不錯的一種身形表現 就是它會呈現三角身 那這隻龍真的很 很不錯,很棒的 小龍 這個都亞成魚大概30公分 然後 你看這樣的魚都不會緊張,它有隻很好 給你頭經齊 你知道嗎 它兩眼很平貼,然後它的虛又漂亮 嘴巴咬合也很好 然後膽子大 所以它都一直在魚缸前面游來游去 有沒有,比較喜歡這樣 這個辣椒的話,底色是綠色的 你就看頭部這裡 還有它的臉片底色 它這個就是屬於一種 就是正常發射啦 可能說不上西光,但是屬於正常發射 就是不是 去台灣 是不是要賣掉 對啦 這裡也很讚 這裡又等到寶寨 這哪個行李? 八爛 去台灣 都不知道賣掉 阿我的意思像這樣子的龍,如果我們開口要跟他不批 他不知道會開多少錢啦,可能一開就八萬、十萬 十幾萬,阿像這樣子的小龍,你說拿回來 要賣個十五萬、十八萬,就看人了,你知不知道 就是你要會懂見賞,才知道說這隻魚好在哪裡 就是我們說的這種就叫三角身啦,他到這裡 然後已經超過四方身,他到這裡提越來越寬 有沒有到這裡身體是這麼寬,腹部這裡是會比較寬的啦 然後但是到身形這裡的話是會越來越寬,那有一種龍 他就是比較長條,你仰起來大塊也一樣,但他就是比較長條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說的包圍就是像這樣 背棋有快要跌到尾棋這裡,然後這裡也是 胸、腹、臀,臀棋到這裡已經跟這邊有時候都快要密合 就是沒有,不會說共一塊,阿有的這個叫大三棋,這三個尾巴都大 阿有的龍,有的龍他的這一片棋也小,或者是尾棋也小 中間的藍棋很大,他這塊到這裡而已,所以他這個寬度也夠 你知道,所以你 像我們 我們現在的程度可能看一條龍,很簡單的就說,這塊龍的漂亮 因為我們 其實把酒掃過已經看了他很多地方了 好,但是你們 初學者可能不知道是需要 像這樣子,針對這條龍來給你們講解一下 那個就好的有吃,那這一隻像這一隻 他其實有點緊迫啦,有時候你也不能怪他,因為你一個魚缸給他隔一半太小隔 那一條龍大,這條龍小,所以他在 有的魚,反正就膽子比較大,他適應力比較強,比較優然自得,像這隻龍我兒子也都讚了 外公啊,他這一間他就是龍魚場,他自己 留下來要做零售的都是 上上之選 不錯的小魚,再來下一個階段就這樣 那一隻還沒發射,下一個階段他就變成像這隻魚,這樣 那我們再來看別的魚,都是 新飄新選 他這個魚都很屌的魚 胸崎大,又會下放又會下壓,然後撬頭拱背 寬生 但是我們今天有一個客人,高雄的客人,他就說他不喜歡這種公背型的 所以我這邊,我剛有進一條那個雪龍,就是他是屬於比較標準生,比較長型的魚 他就喜歡那種 啊,這種翹頭是 現在市場組的 這個是沒有,很多魚都會看到有點釣魚,那對他們來說,他們覺得剛剛裡面釣魚很正常的 啊,在印尼你會發現很特別,我們在坤店這個地方 像之前我傳我們店裡面的影片,有時候很多客人就會說,啊,右眼釣了啊,右眼微釣啊,左眼微釣 但是其實,我告訴你喔,在他們 印尼那邊 居然是龍魚場跟專門賣龍的人,還有專門在給 拿龍去比賽的人,他就講一句說,啊,養魚缸啊,釣演正常的啊,不要釣得太離譜就好了 對啊 人家的看法就是這麼豁達 你看這條龍也是 很棒的小龍,還沒有發射的 沒了喔 好,沒關係 我拍了很多影片,慢慢跟大家分享 齁 就是 你們就摸看,摸參客啦 這是一很棒的小龍 他的 身形粗壯 然後嘴巴 咬和好 這個角度看不到虛啦 反正我們看 這麼寬這麼高 就是很棒,所以你 買龍就是要買壯一點的 食慾好的 有時候你客人 有時候啊,老闆我這條魚怎樣這樣,我一看就是啊 就那種 丹丟的魚啊,你知道嗎 好啦,人家說 還有很多時間條我講過 拜拜